啤酒每个人都懂 我也觉得大多数人都有喝过 因为它是最容易买到 而且它的价钱不会太贵 今天就像你们几个比较少见的啤酒 甚至应该会没有想到它 这个channel都是有关于酒的东西 我们一起体验不同的喝酒的气 有兴趣的 现在就subscribe跟看完吧 Let's go 又下回来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就是爱喝 今天这几个的价钱 我可以讲真的是忘记了 放了它真是好久好久 我买了回来 等来讲OK要拍要拍 拖拖拖拖拖 拖到现在我真是忘到完了 来第一个 清世家的奶皮 总共是300ml 酒精浓度少过5% 这个应该也算是啤酒吧 它这个是讲奶奶 每餐啤酒 然后它的颜色也很爱 catch 很少女心粉粉这样的感觉 如果常常有去mix的话 你应该会有看到它 如果没有看到它 应该也会看到它的同款 可是现在那时候我有去啦 好像没有看到有了啦 很vitagen的感觉 就修的时候你就会闻到有挺浓一下的牛奶糖的味道 没有感觉到有酒精感 基本上就是很微很微的气泡感 然后就是乳酪味或者讲vitagen味 然后后面就是牛奶糖的味道 你完全可以想象这个青岛奶皮 喝的感觉就是你把很多很多很多粒 或者很多很多粒牛奶糖 融了 放进去 再打一点气进去 喜欢吃牛奶糖的这个 点最没有问题 来 第二个跟第三个 应该算是跟刚刚那个同一个series啦 两个也是300ml 酒精浓度也是少过5% 一个是百香果乳酸菌&啤酒 还有一个是水蜜桃乳酸菌&啤酒 一个是百香果味 一个是pitch味 这两个的包装其实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啤酒的感觉 就完全是汽水这样的一个feel了 我先来试试百香果味 这个就没有刚刚的这个奶皮这样挤 它百香果味很香 它感觉让我有一种 闻到好像有点芒果味这样的感觉 这个比刚刚的好喝一点 它的牛奶味没有这样中 它喝的感觉是这样的 一进去是气泡感 然后它的百香果味在前面出来 中后半嫩的时候 我感觉到 那个味道很像芒果 然后在最尾最尾印的时候 白香果味又跑出来 其实我真的感觉 它这个啤酒 应该就算不加啤酒下去 你都不会有感觉啦 我甚至觉得 那个气泡感是从啤酒那边来的 我们现在就试试这个pitch 感觉这几个都很适合女生喝的 它很轻松 没有压力 这个也是水水的 没有刚刚的奶皮这样 闻起来浓浓浓浓浓的pitch味 很香 它整个喝的感觉是刚刚刚 这个完全是类似啦 就它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也不用 further describe but the thing is 我个人觉得pitch会稍微甜一点 然后因为它是有那个 yogurt或者牛奶的关系 它的味道会粘在后面 所以就当我喝白香果 它是带一点酸嘛 所以我觉得很reflection 当我喝到这个pitch的味道的时候 我感觉 嘖 对我来讲啦 腻了一点点 好啦 我们试了这三个 由清世家出产的奶皮 或者讲yogurt啤酒啦 我们这几个算是比较少见一点的啤酒 but你还是可以再mix看到 接下来我要show你们这个 在马来西亚 你应该没有看过它 嗯 各大通路也应该找不到 来第三个 你应该没有听过 也甚至应该没有看过 海底捞啤酒 你没有听过 是真的 海底捞啤酒 其实它总共有三个口味啦 light lager dark lager 跟 vist beer 可是当我收到这个第一支 white lager的时候 我一直都希望当我捧 卖到这三个味道的时候 我可以一起拍一集 but 我买了它过后 我只是找了很久啦 各大通路啦 我能想到这个地方 我都去找了 没有人在买 然后我朋友讲啦 这个 呃 海底捞啤酒 新加坡有卖啦 他讲新加坡海底捞有卖 是吗 懂得 在下面share一下给我知道 或者你知道哪里有卖的话 你知道我想买 海底捞啤酒 这个是500ml 酒精浓度 2.5% 然后在我做功课看找这支啤酒的 detail 或者我在找怎样拿进这支啤酒的时候 中国有很多review 讲哦 它这个啤酒甚至比多数或者很多的craft beer 还好 这个开一支刀一支哦 只有两支吧 哇 颜色很深一下 甚至属于 比卡斯克的 Tiger Hennigan 再稍微深一点点 有点不发茶的那个颜色 那个麦芽味很重 一闻都是浓浓的麦芽味 然后喝进去气泡感麦芽 麦芽味 而且它的苦味 我可以讲很清很赖 整个喝的感觉是这样 喝进去气泡感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那个麦芽香味 然后ending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它比较淡的关系 它苦味基本上是在后半段 是没有的 就是 它整个的层次就是一进来 麦芽麦芽麦芽 它的味道都集中在当你一进口的那一个时候 我把它拔下一瓶 啊 我可以讲它味道很像什么了 Mauta 类似Mauta这样的味道 只是比Mauta的味道 我觉得再稍微断一点点 这样的感觉 Mauta味有着太多 我不是很想讲 它这个是断了一点点的Bout Sawich 我觉得 入口很舒服 吞下去没压力 就好像 它出了这个Purpose之后 就你吃火锅啊什么啊 你配买它 要乱老 因为它那个汤底啊 料也是很够味的嘛 它就不需要这个酒 去跟它的汤底来抢味道了 它就是给你喝进去 哇 clean掉你那些油啊 给你很refresh 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 Woo Really good 如果你只是单喝的话 它就稍微plain了一点点 总结来讲 今天这四个 Yoga奶皮 百香果奶皮 Pitch奶皮 跟海底捞 贝草 我分开讲啦 这三个 完全没有压力 你就算不会喝酒 你打开火 这样喝就好了 轻轻松松 然后就是看你喜欢怎么样的味道 你就去拿什么味道 咯 海底捞啤酒 可以想象我喝海底捞 我配它 感觉是很不错的 只是2杯咯 找不到Dark Lager 跟Risipier 吃到哪里了 在下面给我知道 我真的是想吃一下 which我觉得 诶 海底捞啤酒哦 你评过没有勒 好啦 今天这几款 哪一个你看过 哪一个你又没有看过的勒 在下面试一下 还是你有什么更奇怪的啤酒 可以介绍给我来试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好喝的 好玩的 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到最后记得记得 喝酒硬硬就好 喝多不好 还有喝酒不驾车 驾车不喝酒 如果喜欢这集 不要忘记 现在立刻 马上按下这边的subscribe button 然后like跟share出去啊 我们下个video见 Cheers ق 雅 sehen 比赛